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 走 会回她 哇 259米 哈喽 林姐 早早早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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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动感101音乐早餐的节目主陈小郭 我们有个直播单位叫音乐早餐 之街头秘密任务的101个心愿 找到我之后呢 那我就有机会可以帮你许愿 来完成这个梦想 好 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哥 你好 吴慈 吴慈祖林杰 对不对 是的 你会有什么心愿想要在我们这个单位 许下的吗 我想要打歌 打歌 是在东方风云榜这个节目里面打歌 没错 既然我们此时此刻身处259米之上 今天需要你做一个俯卧撑 但是这个俯卧撑 你必须在我们这个玻璃站道的全透明的部分来完成 接下来到你的表演时间了 好吗 我愿意在后面保护你好不好 可以 加油 你先拉住我吧 好 我先拉你 好 好 逐渐缓缓的对下 头就是不敢看地面 会被他播出很糗 我觉得不要看地面 你可以看远方 逐渐的要把两条腿都处于一个标准的活成的姿势 已经准备了 准备就绪了 一个 好完成 这都很深 这个球 一个 两个 你还买一送一送我一个是不是 快回来 对不对 非常完美 鼓掌 好 那我这一趴的任务呢 给到你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 还会有一个任务给到你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明珠大厅 就是邻里大厅 有一个向海历史成立发展馆 到那边 你就知道自己现在不要做什么 好吗 明白 加油了 好 拜拜 全是理事发展成立馆 哥哥你好 这边闪电咖啡馆的店长斯文嘉 有一封信给你 好 那我先交给你 斯文嘉姐 陈列馆里有许许多多的人物蜡像 我模仿其中一个蜡像的pose 摆了张照 照片就在信封里 你需要找到我模仿的那个蜡像 用拍里德拍下 再拿着照片来咖啡馆找我 这个 可以 好 怎么样来的 谢谢 谢谢 都很有老上孩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像一个家旅 这里有鸟 还棉花 酒 在哪儿呀 我感觉离他很近 咖啡馆 有意思啊 咖啡馆 真的就是咖啡馆吗 但有点像 但是我只有一张啊 拍错了我今天就回家了 但是真的就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那真的这个模仿确实可能真的不太香 那真的这个模仿确实可能真的不太香 嗨 你好 欢迎光临 麦斯威尔 东方呼应吗 感谢咖啡馆 怎么样 我们给你的任务都完成了吗 那肯定啊 我们其实给你规划这个挑战的路线是一个精华版的东方明珠的一个游览的路程 私人定制吧 来 检验一下 检验 对吗 不容易啊 你看出来我的用心啊 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确实不太容易 你是觉得我觉得他不像呢还是 但是我以为他遇到这种任务的话 其实姐姐应该会 会在里面装一个假人模仿 你知道吗 我全程都慢慢 你觉得我也要成为蜡像当中的一员 我觉得这样可能这样 是谁给了你这样的勇气 那既然完成了这个任务的话 我们的汪海就会给到你一份奖励 进咖啡馆可以任意的免费点一杯你想喝的饮品 那就来杯冰美式吧 冰量要 冰量要少冰 少一点 好的 是 少冰的原因是因为养生吗 没错就是养生 养生从小抓起 那马上就秋冬季节了吗 会带保温杯 带啊 肯定带我今天还带了保温杯 是真的 真的带了 今天的杯子其实是那个保护嗓子的东西 那你现在要喝冰不合适吧 要不然我给你加两个枸杞 那就不可以 冰咖啡里泡枸杞 保温啊 然后要养生 你可以尝尝 这是我们店里的招牌 它是哥伦比亚的中烘 尝尝看 怎么样 对 就是这么苦 对 吃这个苦 但它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是中烘的话 它里面的香气和甜度 其实会够 那刚刚挑战完了之后 去了东方明珠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对 其实我现在上海生活了19年 但这是我第一次来东方明珠 你是个土生土壤的上海人 没错 没有来过东方明珠 没有来过 怎么会 我是在远远地眺望它 我觉得它特别美好 但是就是从来没有上海过 那来看一看我们小佐同学的打歌申请表 好 姓名左林杰倪称小佐 不是有人叫你小杰吗 小杰很少了 基本上就是只有 退出江湖了小杰 就是左叶格会叫 对 喜欢的食物 最喜欢土豆 不喜欢吃葱 虽然 我妈说 妈说不吃葱不聪明 妈妈都是这么骗你的 她从小大都这么骗我 但是我不信她 因为我觉得我挺装 对 她会打你吗 最好的回去方法就是考试成绩 所以小时候成绩是很好 确实还可以 大概好到一个什么程度 大队长 中队长 最高就两条杠 是成绩好的 你知道你离三条杠差什么吗 差 齿聪 作为一个妈妈的口纹 姐姐又在骗人了 可以 你会不会有那种 很想调皮捣蛋的一些时刻 我就是要叛逆一下这样 有一次吧 就是印象很比较深刻 就是从小到大 第一次跟别人 跟男生可能 发生一点肢体上的冲突 争执 在很小的时候 就是小学的时候 老师接打给我妈 然后我记得我妈就 那是她第一次打我 她打完我之后 她自己就哭了 她觉得就是 同学可能欺负你 你应该找老师 或者找他们 但是你打别人 她可能觉得我今后 就会习惯于这种状态 或者什么 在她心中就可能变得 非常的暴力 所以爸妈其实也是 属于跟你讲道理的 对吧 就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走 来 最常喝的饮品 冰美式 是真的 真的 但是我喝它 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 不是说平时 有事没事 就爱喝它 消肿 一喝 对 基本上好像 大家都是用这个原因 消肿 然后又不胖 所以就喝咖啡喝得比较多 平时冰美式比较多 消肿 酷 最近的口头禅士 可以 可以 什么事情都可以 她可以 她不一定代表就是回答一种 说可以 你干嘛 可以 其实比如说我今天也有预标师中肯定的 比如说我今天考了第一名 可以 其实意思就是也就那样 是这意思吧 这个饮料怎么样 可以 可以 也就那样 也就还好 好 最喜欢的歌手 林俊杰 周杰伦 不喜欢张艺兴了吗 不是受到她的事物的影响吗 对 导师 艺兴你知道左林杰怎么会爱上跳舞这件事情吗 她是因为看了你的船 这个怎么没有出现张艺兴啊 因为张艺兴老师 她已经上升到就是我的启蒙的那个 就是她已经不需要起在上面 就是大家已经是耳目懒了你知道吗 就是看到你就会觉得 有一个启蒙老师的影子在你身后 她一定是就是我一直学习的目标 她是一定的 那你觉得周杰伦跟林俊杰差在哪里呢 可能是因为没有给她做过导师 对不对 没见过真人 没有见到过 要不要喝一口冰美食的影响 那必须要喝 我们两个人是要逼负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吗 我们好残忍 林俊杰最喜欢的是哪首歌 修炼爱情 周杰伦最喜欢的是 周杰伦最喜欢的是 周杰伦老师的歌其实比较的难唱一点 难唱吗 林俊杰不难唱吗 不是 等一下 四处八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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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长大的约定 那样惊喜 来我够的我相信 说好要一起旅行 所以 后面是什么呢 留给观众朋友们 所以她喜欢的是这种 舒庆歌 对 而且是喜欢那种 很有画面感 有那种 就是暖暖的爱 爱意的 对不对 就是这种小甜歌 小清新的风格 是 好 了解了你喜欢的曲风 未来的目标 好好乐连省略 是什么意思 因为她就好好 她非常广泛 好好吃饭 好好地工作 对 可以 可以 好 自我评价 我写的是 自我评价 还有在提高 然后需要再刻苦一点 但是 就是勉强满意 括号给点自信 鼓励一下自己 好 鼓励你 鼓励你 很帅气 然后什么都很好 来 看一下这个字画像 这是个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侧脸 侧脸 你是不是很喜欢自己侧脸 我真的很喜欢自己侧脸 真的吗 那你以后见人的时候 会不会都专门用侧脸 跟人家聊一下 那倒不会了 但是拍照的时候 尽量就是很容易侧脸 就是你很习惯 大家夸你帅这件事情 我习惯 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吗 没错 我跟我姐其实小时候姐弟俩 对 她不像哥哥跟妹妹 姐弟俩其实会有很多争吵 那我们最大一个争吵的分歧 就在于 平时跟妈妈出门之后 夸谁夸得多一点 平时跟她去服装店 别人可能会说 你就是穿着一身衣服好看 但可能跟我说 你儿子好看 什么 儿子 所以夸你的概率 要比夸姐姐的概率高很多 你从小跟姐姐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比赛 对 是的 大部分是以你胜出 基本上都是以我胜出 那姐姐的心理面积有多大 没有 因为她也知道就是玩 对 小时候就很招阿姨妈妈喜欢 他们会看到你就很疼爱 想要跟着我一起拍张照片 你是说你身边的亲戚 每次看到你都要跟你拍照吗 她真的要拍 有没有小说的照片 小说照片有 给我们看一看 你长得最不帅的照片吧 这个我得翻好久吧 拉近一下我们之间的距离 来 给我们一张你觉得 不是特别好看的照片 好不好 可以 请看 好 心理平衡一点了 真的吗 真的 我觉得还是差一点 这次深情打的歌曲曲目是 泵泵和藏青色的蓝 你想先打哪一首 先打藏青色的蓝 哦 因为我觉得 刚开始嘛 就先从抒情版 对 带大家走进我的世界 来 期待一下 好 刚刚才下过的小雨 天空却懒得很犹豫 像是染上一抹藏青 生活就像是不电影 要慢慢去学会自愈 要慢慢去学会自愈 过滤掉情绪 越来越叮咚的脑力 什么时候才自然醒 起床却挣不开眼睛 每天还是越睡越晚 每天还是越睡越晚 失眠从习惯变浪漫 随雨而释然 没见过比蓝更蓝的海 比海更深的蓝 又怎么会找到这艘小船 又怎么会找到这艘小船 若掌你这艘船 我又怎么会独自是相安 随你去蓝山 没见过比山更高的山 比高更高的船 那一抹青色显得更自然 翻过了这座山 才发现一山又比一山难 就在对岸 那片藏青色的蓝 越来越叮咚的脑铃 什么时候才自然醒 起床却挣不开眼睛 每天还是越睡越晚 失眠从习惯变浪漫 随雨而释然 没见过比蓝更蓝的海 比海更深的蓝 又怎么会找到这艘小船 又怎么会找到这艘小船 若掌你这艘船 我又怎么会独自是相安 随你去蓝山 被见过比山更高的山 比高更高的船 那一抹青色显得更自然 这艘小船 翻过了这座山 才发现一山又比一山难 就在对岸 那灯藏青色的蓝 谁见过星辰击破的海 比光更亮的山 那一道黑夜划过的寸残 等时间转几转 会发现阳光依然能温暖 洒向海洋 那灯藏青色的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藏青色的蓝》 是你第一次自己写歌词 对不对 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吧 怎么想到说 我要去给一首歌 创作歌词的 因为其实这个歌 当初拿过来的时候 觉得有一点 不够向上能量的感觉 还有一点那种 忧郁的感觉 但是我个人的风格 其实比较爱笑 比较想要给大家传递一些 更多的正能量 本人也特别喜欢蓝色嘛 就像《藏青色的蓝》 为什么要叫藏青色的蓝呢 因为蓝色代表希望 就去跟那个老师商量 然后先问他的作曲的思路 包括他整个对歌的构想 然后加入自己的理解吧 最终的成品满意吗 现在打分 买分十分的话 六分吧 六分 可能希望自己的唱功 或者是对歌曲的演绎 希望再进步一点 对 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 一山比一山难 所以其实作为十九岁的一个年纪的话 会有这样的感悟很不容易 不容易 确实不太容易 创作难吗 那肯定难 因为就怕你跟着熟悉的那种套路走 对 就比如说你最近 听了真的很多很多的歌 万一真的做歌的时候 你感觉就是想跟着他们旋律走 但其实这是不对的 其实很多大家很喜欢的歌 其实都是因为它是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觉得这样才能给大家更深的记忆 但其实这个很矛盾 因为你想你是第一次创作歌曲 对不对 那势必我可能会想说 我要听听前辈的一些作品 给自己一些灵感 但是你听的过程当中 又难免可能会潜移默化地被它影响到 没错 你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 那段时间就先别听了 好 先别听 让自己放空一下 是 作词的部分自己来完成 所以你写完了之后 是立刻很满意 还是说改了很多稿 就是改了挺多的 因为你简单表 你要根据前面的歌词顺下来听 所以当时也写了三四版 这次是尝试作词的 那下次有没有想说 我要作曲 编曲 制作这样 对 这就是下一步的目标 好的 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其实我觉得 对于你这个年纪来创作歌词 有的时候也会 频频在节目当中给到一些金句 像我对你说的一句话特别深刻 是你说 如果我在黑暗当中的话 就一定要往前冲 要不然的话 你一辈子都在黑暗当中 对你这个年纪来说 不太会有太多的时间 是一个人安静地在思考的时间 可能更多的是在球场上 在玩 在撒夜之类的 在去国外训练之前 其实就是刚刚那种状态 就是一直到处 在球场上撒欢那种状态 去了之后 其实发现完全不一样 因为首先你是自己一个人 然后你要面对事情特别多 包括自己的生活起居 都是要自己来面对 但那一段时间 会让你迅速成长 真的是迅速成长 所以就是自己 独立生活的一个过程 那再回到国内之后 其实就参加了一档节目 看到你从那个好高的 那个玩蹦极下来的时候 就在吐槽说大家不要再 给我这些那样的评价了 那个对你来说 是不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那你要我现在 可能就是觉得 这也没什么吧 当下觉得 天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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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时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第一时间 跟父母去倾诉 我是那种抱起不抱忧的 包括在国外的时候 晚上十点钟 就会跟父母说我睡了 但其实还在练习时 对 但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说 你是天赋型的选手 这样的一个称呼 和你自己 其实十点钟之后 还在练习时里努力 非常用功的一个选手 你是如何来看待的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其实在我身上的话 它是一个相符上承的足 你管我天赋 其实是没有任何用的 因为我不是那种 在床上看三面舞蹈之后 就会的那种 只能说让我更轻松吧 对 但绝对不会说 单有一个就会成功 所以会让自己 找对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 没错 那是在舞台上 我们看到的佐林杰 其实最近她又解锁了 一个新的身份 演员 对 和我们的苏晓彤合作了 《心跳恋爱》 是一部什么样的戏 它是一个 校园青春的剧 演的是 对 安以锋 男一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她非常聪明 她是个学霸 那不是本色出演吗 不敢当 对 她是一个 是一个学期特别好的人 然后对可能世俗 没有任何的欲望 这木头的话 在这种感情系的处理上 你总有升温的那个过程 对不对 有 那你怎么去调动自己的 这方面的情绪呢 可能自己生活当中 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 身温这个问题呢就是 导演并没有说让我多调动自己 倒是让我压一压 确实 因为因为我就是 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的脸会特别的 耳朵会特别的红 对 然后呢就是 因为它有个剧本 它有一段是这样的 就是它凑近了你跟你讲话 然后你的耳朵刷就变红 就写在那个剧本里面了 但是我那个剧本 从它最近开始没过来的时候 那个耳朵就是红的 所以更多的情况 其实导演说 你先把自己的耳朵冷静一下 降温 对 她倒不是说该红了 对 所以你降温又是有什么方式 冰浮吗 当时就是 眼睛里不要有其他人 就镜子看好自己 但是女主如果一走近你的话 你应该又会说 所以就是要快 然后就快 快 就走了 不然就早了 是 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印象很深刻的 我觉得就是哭泣吧 那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眼哭泣吗 是第一次眼哭泣 难吗 很难 会哭不出来吗 但是现在相反 我感觉我哭得还挺顺利的 怎么哭的 因为其实 因为哭泣 它要你感受 这是人物当下的那个情况 可能家境 或者是遇到了什么 糟糕的东西 然后 我就怕自己没有办法带路 反正我不记得 我第一次眼泪下没下来 反正 我不知道自己脸湿没湿 反正背是湿了 背是湿了 就是很紧张 第一场很紧张 当然 也学习到就是说 原来哭泣的话 其实它是要哭很多遍的 所以这个真的也挺难 就是你刚哭完之后 收拾心情擦干眼泪 回到我之前的状态之后 再哭 那你在哭的时候 会在意自己镜头里 是帅气的吗 这件事情 我其实不太会 因为我觉得我能哭出来 就不错了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是导演确实会提那种 再留一会儿 先别下来 真的假的 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个 你再玩一会儿 就像那种很珍贵 很珍贵的那种眼泪感觉 然后我现在对这部戏 好充满期待 我好想看一看 那一滴珍贵的眼泪 是如何掉下来的 为什么会问你 就这个戏的原因呢 是因为 在戏当中感受过了恋爱之后 我们今天的一个挑战 也和恋爱的感觉有关系 对的 因为接下来要请你来 做一杯咖啡 那这个咖啡的名字 这个我们已经帮你齐好了 就是新戏的名字 叫《心跳恋爱》 就在现场为我们 特制这个特饮之后 有没有让人喝到 有心跳的感觉呢 不是我俩说的算 是我们在东方明珠的 各位游客说的算 如果他们喝完 有心跳的感觉 你就有机会来打下一首歌 好吗 可以 接受挑战吗 可以 来 请就位 好了 你的原材料都在你面前了 对的 请开始你的表演 嗯 好吧 那我先从哪一步呢 这个看你自己 一定要有心跳的感觉就对了 有心跳的感觉 好 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些 研究一下这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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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点都不浪费 大美 好 你要做四杯 好 好了 可以了 先加 你不要看我 你自己DIY 你只要觉得有心 要 哇 你真是太偏心了 这个人是不是也让你太心动了 对 好 心跳恋爱 你关筷子 我觉得她其实是有做咖啡的天赋的 第一次做她就知道 这个咖啡要慢慢地交上去 不能太快 我都不想说这句话 因为我怕她又回答我 因为我聪明 真的 一会儿小时候不爱吃葱 做 这两杯吗 做不同的 做不同的 还有不同口味 还有浇奶干 我觉得她很聪明 因为不是我们来接受评判 她也考虑到了 如果大家不爱喝咖啡的味道 对 所以她的每一杯都是不一样的 可以了 好 结束了对不对 结束了 那接下来四杯既然已经完成了 到底能不能获得游客的心动呢 我们有请左林杰把你所有的饮料端给她们去品尝一下 好了 左林杰的心跳恋爱咖啡已经做完了 对不对 四杯 所以待会路人朋友们会不会有心跳的感觉恋爱的感觉呢 我们马上去看看她的表现 求见一下 第一杯 你要给男生给女生 哥 你过来一下 给这个大哥吗 大哥你过来一下 有心跳吗 有心跳吗 恋爱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吗 是有恋爱的感觉 应该是有蒜油吧 蒜油 可以 大哥的人真好 谢谢您 谢谢 开门红 开门红 好 那接下来继续 别走 美女 好看的姐姐 来 送你一杯这个吧 草莓多一点的 草莓多一点的 惊跳吗 恋爱吗 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有 是有吧 谢谢 是因为你 这杯就送给你了 谢谢 好 那我们继续 再找 现在是两票了已经 我已经沉溺在她的夸奖中了 已经 就是你很习惯 大家夸你帅这件事情吗 我习惯 我习惯 阿姨 阿姨 都好 阿姨您今天是来 东方明珠旅行的吗 观光旅行吗 对的 今天是这样的 您来尝一尝 您看看会不会有心跳的感觉 心跳的感觉 心跳的感觉 就是恋爱的感觉 恋爱感到要回想帮助 您尝尝看 您尝尝看 阿姨 我们那个时候 像你们那个年轻的时候 是 我们没有那么什么好的咖啡 什么的那些都没有的 就是在小巷里面走一走 在那个公园里面晃一晃 就是这些 是这样 今天就是让您一杯回到少女时代 好啊 少女时代 一杯让您回到少女时代 您看看能不能一杯回去 什么叫一杯回到少女时代 一口去吃少女时代 一口去吃少女时代 就是一杯一口 就是一杯一口 然后闭眼你看能不能回到当初那个感觉 那里面是什么草莓 对的 好的 草莓 您尝尝看 草莓 怎么样 谢谢你 不客气 不客气 这是我们左邻间特别特制的一杯给您的 对 专门为您做的 谢谢你 很帅的 谢谢 你们都很帅 我们再找一位 还有最后一杯 最后一杯 对 要给谁 我觉得 这边有一个白发的奶奶 奶奶 你好 不用起来 您好 奶奶 不用起来 奶奶 您要尝一下咖啡 您喝咖啡吗 咖啡 吃一杯咖啡好吧 可以啊 可以的吗 可以的吗 您可以尝尝看 来 您喝一下 不好意思 没有不好意思 我们这样的为您做的 怎么样 我今年92岁了 92岁 是 吃了很多的这个饮料 就是你这个一杯饮料最好 味道好极了 我太喜欢了 谢谢你们 这里哪里 下次我要吃到什么地方去 下次要吃 来我们闪电咖啡馆 咖啡馆好 就在那边 对的 对的 好的 到后给您打折 我现在讲出去 都打不打折 没关系 你帮奶奶付就好了 是 谢谢 谢谢奶奶 谢谢您 谢谢您 成功了 成功了 因为奶奶说忘不掉 我觉得就已经可能 我觉得这杯意义非凡 是的 对吧 她在那奶奶旁边的时候 其实千言万语 就是可能带着任务来 但是更想就是祝福她 身体健康就在当下 其他任务其实都已经放在脑后了 是的 超用心的小组 谢谢 这个完成 也太不可思议了 既然这么快 她就完成了整个挑战的过程 所以《蹦蹦》这首歌 给大家介绍一下 《蹦蹦》这首歌呢 就是我这次新剧 《心跳恋爱》的主题曲 它的歌名呢 其实跟《心跳恋爱》 也是有关系嘛 《蹦蹦》嘛 歌曲风呢 其实就是青春 活泼 包括她的歌词 也有一个描写 就是我这个人物 心路历程 就是一个麻木 然后呢到 心动 对 心欢怒放的一瞬间 然后又找到真爱的感觉 是的 而且里面 还藏着一些剧情 没错 所以要锁定一下了 我们去听一听现场版吧 好的 如果可以送你一个糖果 如果 你说你也在喜欢我 如果 《心跳恋爱》 《心跳恋爱》 我风波 我的心只以为你跳动 我确实没学过 爱像无形颠簸 这微妙的感受 原来就是心动 你突然出现 将我认知一一打破 你可爱的笑 让我世界的分子都重构 意料之外的交错 计算不出的结果 遇见你的那刻 心跳 瞬间超负荷 你的美好 无法用定律去概括 想把所有画面 都在脑海里冲过 如果 可以送你一个糖果 如果 你说你也在喜欢我 如果 如果 概率论只是个枷说 用心感受此刻 我的心脏 引你蹦蹦 心动的节奏 蹦蹦 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 我的心脏 引你蹦蹦 无法自控的蹦蹦 就这样 跌入爱的黑洞 Oh I'm thinking of you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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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脏 引你蹦蹦 像爱的烟火蹦蹦 我的心只意为你跳动 我的心脏 引你 蹦蹦 心动的节奏 蹦蹦 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 我的心脏 引你 蹦蹦 无法自控的 蹦蹦 就这样跌入爱的黑洞 这是我喜欢你的心跳 好听 好听 今天很开心 能够在我们的咖啡馆 给我们做了特调 虽然我都没有尝到 但是从尝到的人的表情当中 看出来你在做咖啡方面 也非常地有天赋 那最后 在我们的咖啡馆 要留下些什么 好不好 来 来 我们要拍立得 把心情变成一张 拜拜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拜拜 拜拜